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时代的演变 然后整个社会当中 对于很多的行业的需求方法 会出现改变 只要你能够抓到 那个需求方法改变的方向 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 打进一个新的产业领域当中 结果会觉得就是 还蛮有未来的空间 那我的感受当然很深的原因 就是我自己就真的是 那个叫做三明治世代 当然说我自己是三明治世代 好像有点不公允 上有老对不对 那但是我的小孩都已经大了 其实我说小孩的部分 我其实大概都已经可以放下了 对但他们也不给我孙子 好 但是呢 上有老的照顾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现在呢 中壮年世代 大概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甚至你不要讲中壮年 有时候我会跟一些 很年轻的朋友聊天 他们都会感受到父母照顾爷爷奶奶 照顾外公外婆的时候的压力 所以呢他们就会 也会帮忙协助投入 照顾爷爷奶奶 然后外公外婆 我又常看着这20岁左右的 这个孩子们 他们会去这样子关心 上上一代 而且那个照护 对他们来说 可能整个家庭都要全部投入 我都会觉得很 一方面觉得很温馨啦 二方面会觉得说 可见的他是一个 多么大的一个需求 所以呢 今天呢 我特别要来访问 中心保全科技董事长 林建涵 然后呢 要请林董事长来谈 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智慧城市长当中 其实我应该讲说 应该看了两三年了吧 就是你们现在都已经 不叫自己中心保全科技 而已了 简称就叫做中保科技 我觉得这一个 有经过一个更名 这有点像是 苹果电脑 更名说 我们就叫做苹果公司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你要去强化一些 淡化一些 那么改变一些 那我们就先从这一个 简称的改变开始说起 这个改变是什么原因 而这什么时候更名的 然后这个不能讲更名 应该就是说简称更名 那这简称更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目的是什么 背景是什么 好 谢谢主持人 这个 我们从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公司47年下来 其实都是以保全为主 那消费者也对我们的保全是非常有信心的 然后也是一个应该来说是台湾最有信任度的一家公司 可是呢 这有点双刀啦 就是它有好也有坏 因为保全业来说在台湾其实也是有将近600多家 那保全又有很多种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两个字其实带给我们 带给我们的负担其实也是蛮大的 因为有好的公司也有不好的公司 而且服务的范围差距非常大 可是大部分的消费者对于保全这两个字 有可能只是有某一很很小的一个印象 就是他就是警卫 他就是大楼官 对对他就是你每天看到的那种 可是他有可能不懂 我们在做的很多的新的科技的东西 因为那个有可能在他的眼里他看不到 对他有可能只看到就是他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睡觉的贝贝在那边 然后也没对或者在打电动的那种 反正就是对他的印象就不会是很好 所以在他的 所以我在推保全这两个字的时候 就会对他来说 哦这个很像是非常low一点的 然后对然后这个一点哪有可记 对不对就是一个人站在那边 或是人怎么样子对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保全两个字拿掉 其中的原因也在这边也不是说拿掉 他虽然还是我们最大的业务核心 对可是就是说我不希望说让消费者一直认定 我只是在做保全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的那个保跟权 其实要把科技因素加进来这件事情 对就是你们一个思维的一个转变 对那这个转变呢 其实他固然有希望你们摆脱一般人对于保全的印象 但是那个科技加入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加入 这其实也必须要去重新思索 是没有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就是科技保全 那因为我们刚才我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大家对于保全这两个字的印象是什么 那其实台湾保全业有算是有四种的保全业 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人力保全 就是我们所谓的警卫啊跟那些的 然后还有我们所谓的运钞保全 那就是帮你在运出这些那个ATM的钱 对这个我们在路上偶尔会看到 你们会看到的对就是对看像一个钢铁 感觉上面像是全部装的那种感觉 对是是是 然后第三种就是系统保全 就是我们所谓的帮店家跟住家家里面有装一个系统的 然后有服务人员去去帮你服务的 那第四种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保镖保全 那中保是只有做三个 然后我们不做这个保镖的部分 那所以这三个里面其实最最没有门槛的 就是人力保全 也是消费者看到最多的 因为这个行业算我刚刚说的六百多家里面应该基本上有五百多家 几乎都是在做这一块 就是做人力保全 就是做人力的 因为很多的没有办法去做到我们运钞或是系统的 因为这个的门槛真的就变很高 因为那个就有技术有科技在里面 我们中保在这块上面去一直不断在找新的服务跟系统 怎么更新从有限到无限 也是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很多年出去看很多的不同的展览去研究 然后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 去做调整 所以我们这次把保全后面增加科技这两个字的最大的目的也就是说 要把我们实际真的做最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系统保全的这一块 其实让它再更推出去更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不是在做人力的 我们其实是在做整个科技 我们是带新的科技服务给消费者 然后那在这个范围里面其实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东西 如果说今天你们的行业只想要集中在企业界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推广上面来说可能对你们来讲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呢你们的知名度高 然后牌子老 然后呢跟企业之间我相信已经有非常绵密的合作 现在我其实有明显的感觉到你们想要跟家庭合作 那种系统保全要成为家庭的一部分这件事情 其实它是有心理障碍的 然后也有就是到底能 因为我并不会真的希望说有一个好像完整在monitor 监控我整个家的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这跟企业的需求是不一样 可是我们也看到其实智慧城市智慧家庭当中 这一种利用科技然后来减轻大家在家里头的安全上面的提升 提高安全度的那个需求 你们如何介入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如何 OK所以其实住家一直以来其实都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的消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跟商务的是你是透过有做生意 你有赚钱你就可以付这个服务费 从你住家的时候是从你的口袋里面掏腰包出来的 所以你要从一个人掏腰包钱出来是一个很困难的 特别是他自己的钱 公司店家跟公司那是公司的钱 那个不算他的钱 那是营业支出 对对对对 可是你到家里的时候 这个就是从你的口袋里面要老出来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从那个 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们在做住家保全的时候 其实是当初我们跟日本一起合资这家公司的时候 他们也跟你讲说住家不能碰 住家我们是营业了12年以后 才那个日本那边才允许我们去推住家保全 因为他说你的住家保全 你的知名度不够高 你的信任度不够高的时候 你是退不进去住家的 所以那是一个 那第二呢就是说好 可是为什么现在的比例大概是7比3 在商务然后住家是还是只有在3% 三层 三层对 那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讲的 台湾现在又是我们大部分都算是大楼 然后台湾人对于其实很多都是 我有管理员 那我家里就不需要种保全 很多像在日本啊 在美国会保全会比较频繁的话 是因为每一栋都是都是独家的嘛 都是透天这些的比较多 呃大楼型的就比较少 那大楼型的要装保全的就更少 因为觉得我电梯有管理 我那个有管理员 那我就其实不需要 那为什么以前会有人要装的原因 是因为呃我有可能比较常住过 嗯 或是我的邻居开始听到有有有被偷 啊 那其实因为其实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其实小偷都是住在你社区里面的那个人 其中一个 因为他最知道你的整个 运作的状况 呃没有你的你的road map 你的这个你你家里的 因为他们盖的时候 每一个的格局都一样 嗯嗯嗯 哪一个窗户是哪一个是是 呃通往哪一个房间 是哪一个房间 大概都很清楚 嗯 所以他 他知道你哪一天都不在家 因为他有可能 所以 所以其实你要防御的不是外面的小偷 是你要防御的是你在这东大楼 到底是谁会 会有这个心 会去想要去偷你东西嘛 那呃 可是 应该来说啦 可是住家单 然后当然这次疫情之后的时候 其实他 都每天都在家里 嗯 所以他就对于 对于这个呃 保全的这个需求 在单独在住家上面就 就降低很多 所以在住家保全本来 推就已经很困难 结果你们在COVID-19的期间 就变得更困难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觉得 哎我第一要省钱嘛 对不对 然后 我也没有这个需求了 等于我每天都在家 所以不需要保全 哦 所以我们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 转一个方向 转一个方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针对呃 单独的住家 我实际上是针对的是整个社区 嗯 然后 所以很多的社区的管理员 其实他也有那个呃 那个管理费用也其实也提 也提高 因为呃 人力也提升了 然后可是你又 结果一提升的时候 你就开始会注意你的管理员 到底每天都在做什么 对不对 就觉得啊 这个人为什么在晚上都在睡觉 哦 或是都在打叮咚 呵呵 所以现在出现了那个 社区对人力单纯保全的 不满的情势出现 嗯 对 因为人力 我们来讲嘛 像大家都很清楚说 现在找好的人 也是越来越困难 缺人现在也是一件事情 对 那特别是在你自己住的 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你的privacy 嗯 可是你 你会发现你的管理员 一直不断在换人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嘛 对 对不对 所以 可是我也没办法说 就是固定20年 就是同样的一个 一个人给你嘛 呵呵 那个是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到最后 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呃 我们觉得说 白天处理事情的 可以有你们的 呃 管委会啊 他们的一些去处理 晚上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 再派一个保全人员 嗯 我们就用系统的模式 嗯 用门镜 用车牌辨识 对 然后这个 然后呃 跟一楼的这个 呃 SOS 还有 呃 无线的对讲机 这样子可以直接 像让你 这个手机也都可以 跟连线 然后 如果你也不想要 下门的时候 你可以用手机 就可以帮他们开门 所以他是社区的系统 可是让社区里头的每一户 都可以借由科技的方式 嗯 然后去 等于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的门禁管理员 对对对对对 所以呃 你你如果要叫外带车 那个时候 那时候 Cover的时候 你也不需要去跟他碰面 对对对对 反正他对讲机按手机响了 QR Code给他 他可以进到管制的电梯 然后把东西放在你门口 他就可以走了 管理员完全不需要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APP给他这个功能的时候 他也可以 哪时候那个包裹 有呃 他也可以去知道 然后哪时候电梯要做维修 或是要消毒 他也都很清楚 所以就变成说是希望 我们现在 希望给的 而不是是只是保安全 而是呃 透明的讯息给 给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他可以马上知道说 他哪时候的那个 这种大的要做消毒 对不对 然后或是呃 其实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 因为以前台湾 我们都要去去记录 那个瓦斯表 那我们现在都 你呃 他现在不用去自己去看了 其实我们会在他的APP上面 直接发给他 他就他去贴那个资料的时候 就就很方便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你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 呃 他的障碍是什么 然后呢 什么样子的这些 呃 消费者最容易接受这样子的 嗯 一些协助的 我们那时候会做这个原因 也是因为我们就听到很多的呃 客户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嘛 他们说啊 在疫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担心说 你你的住户里面 你的 里面有谁是有 呃 刚好那时候有有有有 有COVID 对不对 然后电梯到底 有没有在消毒这件事情 我们其实社区是不会接到通知的 都不会啊 因为其实都有通知 只是没有人在看公布栏啊 哈哈哈哈 他只有通知 其实我们社区没有接到通知 哦 对 对 所以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生在社区APP的原因 就是因为 第一没有人在看公布栏 然后 有没有人通知 因为这个也是官员会 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可是有时候 不一定这些官员会都会 都会去做 因为如果有可能 每天都在吵架的 就不会有 就就就不 还有个别的状况 因为 有时候地方政府 不会通知管理 管理委员会 这个我很确定 因为我 因为我们的管理委员会 我是非常熟的 哦是是 没有 因为那个是各自的问题 所以他当然不能去 对他是各自的关系 可是所以 APP也不能去跟你讲说 你哪个隔壁的老王 是刚好现在要隔离14天 对 可是就是说 最少电梯哪时候要消毒 这个我们就应该 这个本来就应该会要迟到的 对不对 然后哪时候要停电停水 什么东西的 你也要让消费者住户 有一个心理准备嘛 对 要不然有时候 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电梯在维修 哇我要 所以 所以直接的 就这个其实也跟我们的科技发展 很大关系 当每个人都有手机的时候 那个通知系统 就会出现了改变 可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现在这一种 接受这一种系统性的社区 家户的这一种 跟这种保全服务的 科技的服务的 他大概集中在什么样子的 一些客群当中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现场 我是陈凤鑫 保全业呢 它可以是一个古老的行业 但它也可以是一个 最未来的行业 在我们现场的是 中心保全科技董事长 林建涵 林董事长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系统介入社区 系统进入社区 这是其中的一套系统 但我其实呢 对于保全这件事情 开始有兴趣 是 因为大家知道说 现在在网路上面 看电视 看电影啊 电视啊 视剧啊 真的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 有线电视业者 都碰到退订的问题 那我跟 之前我就跟 很多的地方的这一些 这些频道业者 这个系统业者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提到 客户退订 他们就发现到说 这个退订呢 他们必须要赶快 补强其他的服务 于是他们就提出来说 他们现在呢 开始注意到 有很多的老人需要照顾 因此他们就开始 在家里头 协助他们做那一种 就是照看服务 不是监视哦 照看服务 也要照顾 并且你要随时掌握 家里头的 长辈的状况 当然这是 有线电视业者 他们开始找到的 一条路径 可是想一想 其实你会发现说 这其实如果你的系统科技做得好的话 其实保全业者可能更适合 我知道你们也有做这一方面的业务 我们其实是有在做这一块的 那这一块的业务 他现在接受度最高的是哪一群客群 他们接受的过程当中 有哪一些障碍 以及哪一些服务是最受欢迎的 我们之前其实一直以来 其实我们做这个健康照护的部分 已经有做将近快20年了 那我们一开始是用业务的方式去推动 然后打广告 然后让消费者知道说这个 如果你家里有这个需求的可以找 结果因为发现我们的业务们都还是很年轻人 然后你要去跟这些早年人去谈东西的时候 其实不具备同理心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他的健康的资讯会比我们的业务清楚很多 所以讲不过他们 可是所以我们就比较没有到最后是面对面 或是就是一对一这样子的模式去推 反而我们现在的做法 我们现在其实因为政府其实有在帮很多的 每一个当地的这个城市 都有在做一些就是专门给 不管是独居老人啊 或是就是专门一个整个社区 全部都是65岁以上的 然后他有周边就可以有诊所啊 有医院啊 有这些那个 然后就是专门就是给65岁大家 可以住在一起 因为台湾人其实不喜欢去什么老人院啊 因为他觉得很像 人家你就是觉得我就是老了 可是所以他们就做出这个健康社区 然后专门就是给一些独居老人 然后或是有留 所以有些标准 那里面呢 他就是有设很多我们 比如说这个量血压 然后还有这个SOS的这个紧急按钮 然后现在当然我们透过 现在因为政府这边有说 现在也有要求就是说 他要知道说 他整个这个要主动一点 而不是被动一点 然后就是要知道说 他们有没有在动啊 有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 我们不会装影像 可是我们装Sensor 我们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每一天在家里面 他有没有在在动 他在厕所多久 在床上面多久 在厨房多久 这种很细腻的计算方式 因为你用感测器 去感测他的移动方位 然后他一旦那个移动方位 太长时间没有出现的时候 时候就会发宝 对我们就会知道 然后我们会去通知 我们会打电话 关心 可是你这叫大数据 这个大量的data 大量的经验值 然后去计算出那个合理的 不动的时间 然后你才不会过度的打扰 然后又可以适时的 可能有一些紧急救援 我拿一个案例嘛 就是说在这几年 其实有一个很大 比较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大家在 有时候现在去上厕所的时间 会比普通还要再长一点嘛 因为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 以前手上没东西嘛 对耶 现在现在你的老人去上厕所的时候 有可能就带着手机一起去 哈哈 就一边看手机 对 那我们之前就最近 之前就发现说 那个我们的发报 呃那个误报率很高 就是因为有可能 他就是坐在那边也没有 他就在那边滑手机嘛 所以没什么在动 然后我们就觉得 诶然后sensor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怎么坐在这个地方太久 然后没在动 对对对对 然后马上就会发报 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 呃其实有时候对于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呃会跌倒的地方 呃或是那些的 浴室最常见 一个是厕所浴室嘛 就是或是床刚起来 因为对 很多都是因为我们起来太快 然后那个血压就起来了 然后就头昏然后就就倒 所以你当你没我们坐在那边的时候没在动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当然当时就有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防御 然后最后才发现啊没有啦他就是在 所以你看这个经验值有多重要 就经验值就是整个行为模式改变了之后你们的经验值就要跟着调整 对对对对对对 那可是那也就意味着你们的sensor其实就已经先根据经验值 可能比较装置在一些最容易跌倒的地方 嗯嗯嗯是就比如说这个床边啦 床边跟浴室 然后比如说像是浴室厕所啦 对 就是属于你们sensor的地方 不是不是监视器哦 没有影像对 纯粹就是感测器 对对对因为 哦那这个比较比较有隐私的的保障 就就会对隐私的保障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啦 其实影像这种东西本来呃很多人 嗯连自己家里都不会想要装监控的 除非是你觉得呃你需要monitor某一个人嘛 对不管是baby啊还是帮佣或是这些的 对对 嗯可是重可是很多人还是不喜欢在他们比较常在用的地方 会有一个监视系统一直不断在看着他们嘛 所以我们尽量还是给大家的隐私 所以我们是透过就是用sensor的模式 去去去去去评估他他的他的平常的生活范围 然后去用那个然后用用用这个algorithm的算法去去可以评估说这个人 现在有可能不正常的一个行动在床上面太久 然后睡得比普通晚啊就代表有什么样的意思这样子 所以这个都是透过未来的这个像AI的这个技术会一直不断的去去预算这样子 然后去协助我们去判断说这个人的生活呃变得不正常 然后我们要去关注什么样的东西对哦董事长你没有讲我也没有想到说对如果躺在床 躺在床上的时间太久其实也是个问题嗯哼他超过一定合理的时间太长 他不是说啊躺在9个小时10个小时你们那边可能就会报警 就会就会就会提报可能要更长的时间你们就会提报对可能就觉得这个不正常 其实是必须要适当的介入的因为平常我们就会看嘛说比如说一个人呃他呃整个晚上会不会出来去上厕所 啊两次是他平常的欸突然他一瞬间呃有可能一个月之呃一个月都都变成是四次到五次啊那是不是代表他的身体是不是 呃有出一些问题啊这不是紧急救援这等于是健康照护了对啊我们就是做健康照护嘛 所以就是包括这个部分我们也都是完整必须要因为我们现在跟社会局这边合作这一块呃就是这都是跟政府合作的然后只能够在那个健康是呃住宅里头这样做 一般家户比较少这样用吗对比较少我刚才就有提到吗因为呃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有些这些他不会去接受说我要一天到晚被monitor这件事情好不管是有没有影像 呃因为我发现了台湾人很坚持自己不老对不对六十几岁我健康的不得了对不对 我认识很多人那个说你呃他他他他原因宁愿负那个全责也不需要也不想要负那个老人的那个那个打折 哦你是说搭车的时候搭车啊什么的不愿意用老人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我觉得很可爱啦 反正就是呃因为现在大家也是反而也是越来越年轻了哈所以其实现在的六十五岁也跟以前的六十五岁的人其实也不一样啦 可是这就提到了就是说健康照护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把传统的保全然后呢去思考说你纳入科技之后尤其现在的科技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可能想的比我们细腻嗯那只是说现在可能他的接受度还集中在健康社区里头我们先称之为健康社区实际上他就是老人老人中心哈哈哈这样中心当中而且这里面呢因为是独居老人而且他是跟各地的社会聚合 所以他就有政府的公权力协助然后去做这种完整的服务可是一般家庭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接受度还是比较困难还是比较少一些啦因为如果真的是很有钱的家庭他就直接请护理人员在家里头照顾应该来说是这样子是其实有很多的小孩或是那个来跟我们提说他需要帮他的父母亲去装可是到最后会有人主动找你们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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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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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就是要發生事情之後才會有這個警覺心 才會比較 你們有類似的案例嗎 比如說子女希望說要裝飾這樣子的Sensor 然後父母一直反對 然後可是最後可能發生事故了之後 父母才接受的 有有有很多 其實大部分都是因為跌倒了 或是開始看到周邊的朋友們 已經有心臟病啊 或是有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要求最多的都是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AED的 這個就是這個 它是那個屬於急救的 對對對 那個對 心跳的 所以他們都說很多的父母親 如果不想要裝我們的這個設備的話 可是說最少也要有一個AED 如果有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最少還有一個急救的這個設備在附近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觀念的變化 就是到底如果說不想要不想要麻煩小孩 可是呢 小孩子又會擔心自己的時候 他是不是這個觀念的改變 也許還要重新思考一下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節目現場 歡迎大家回到酒吧新聞台 財經起床 好節目現場 我是陳鳳馨 我們來談一談就是家庭照護這件事情啊 就是保全到底如果可以運用科技的話 可以做什麼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中興保全科技董事長 林健涵林董事長啊 剛剛其實我們在談就是現在你們現在先是從跟社會局合作 然後呢然後有這個健康的社區 但我也聽你們同人講說說 其實你們現在在家庭的健康照護的這個部分 成長的速度非常的快 嗯就是你知道嗎 少子化 然後呢老年化 這個之後呢 這方面的需求其實就是開始大幅度的提升 但是我剛聽這個林董事長在談的時候 好比如說sensor 然後去看你什麼地方突然之間好像都沒有行動了 沒有移動了 對這個時候其實是一個警訊 嗯 躺在床上的時間過長 這也是一個警訊 嗯 然後呢 還有就是呢 你如果晚上睡覺的時候 尿尿次數多了 嗯 上廁所的次數多了 其實這是身體變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號 是 這也是警訊 嗯哼 那你們一旦接到了警訊之後 你們的處理是如何的處理 嗯 就立刻保全就衝進來了嗎 還是要有什麼樣子的程序 而這些程序 對於受照顧的人 還有家屬 都會有些什麼樣的回饋 嗯 我們舉些例子 哦 因為我們幫社會局 其實我們做這個也蠻多年的 好 那個現在我們大概應該已經有超過一萬多戶的 這個專門在做這個獨居老人的這個社區 那我們也是在這幾年 呃政府也要求說我們不能只是裝個SOS啊 還有糧血壓跟保全在裡面的 這個已經是呃基本的設備 可是現在他們要求更多的是 他希望說可以比較主動一點 去了解現在祝福他的生活上的一些的變化 嗯 可以馬上如果可以知道的話 就他就可以比較有快速的方式 可以去幫他們去做這個處理或是解決 所以不能只是急救 要的其實是前面就先讓他 我一旦健康出了狀況的時候 對 就先讓他 如果知道 而且恢復健康 如果是要急救已經都太晚了 對 哈哈 我們現在 我們呃 要協助大家的地方是說是在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我們如果有一些 有看到有一些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要趕快去做 譬如說你們會看哪些事情 所以剛才有提到嘛 就是生活的這個變化 我們為什麼會在住家裡面 呃 這個 呃 裝Sensor 主要也就是要去知道說 OK好 他每一天平常 比如說這個這一戶裡面 他有可能一天會花個 多久時間在廚房 多久時間在床上面 多久時間呃 在在廁所 這個平常在某一個 65歲一個人的生活的時候 其實這是還蠻 蠻 嗯 蠻正常的 所以一個 任何的一些的變化 其實是還就是非常的 呃 會會出現它非常明顯 那在情況下 如果已經有一些改變 長期 都是已經從 比如說剛才說 從晚上去上廁所兩次到變成四次 那我們就會開始去 我們就會關心 打電話 先確認說 欸最近是不是 有什麼喝太多水啦 啊或是怎麼樣子 是你的習慣是有改變嗎 嗯 那如果說都沒有 可是就是突然身體就怎麼樣的話 啊 那我們就會打電話跟家屬 或是跟誰去通知 說欸這個有可能 因為我們不能做判斷 我們只能說欸 很像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數據 那如果你覺得有不正常的話 那個建議可以去隔壁的診所 或是醫院去去看一下 嗯 對那如果需要一個醫生過去的話 我們也可以派一個那個醫生過去 你們還可以直接協助請醫生喔 可以啊 因為 因為其實真的有很多的醫生 我們必須一定要做一些 那個家訪的 的這個 這個是在他們的這個 醫生的這個 有些的那個規範裡面 OK 嗯 好 所以那這樣子 就應該不是只是這些外在的 那他們 如果 兩血壓的事情 你們會知道嗎 然後 比如說血糖的部分 你們會知道嗎 都會知道 然後 還有脈搏啊 變化啊 這些 因為我們在設備裡面 其實都會安裝這個嘛 我們除了保全SOS 這種的這個以外 我們裡面都會有一個 量血壓的這個設備 那我們其實也都有鼓勵 這個 呃 因為社會局其實也要求 我們希望說 他們可以每一天都 都量這個血壓 所以他可以 呃 上傳到這個 他們 他們的 這個 呃 這個網 去理解 他現在這些 住戶的 這個狀況 所以 呃 我們有時候 我們就會用 像弄一個遊戲 那樣子一樣 就是跟他們提出 我們的每個月 都會有一個 排名榜 對 就是哦 大家有很乖乖的 都有在量血壓 然後 那個 欸 誰 誰是 呃 每一天都有最乖的 然後我們就會發獎狀啊 然後那些的 對 這個 鼓勵量血壓 鼓勵量血壓 其實我覺得 包括鼓勵量血糖 可能都是重要的 對 血壓 血糖 反正這個 我們設備裡面 其實都有 對 可是因為要讓血糖 呃 平常要去 要去搓 那你沒有糖尿病的話 其實 大家沒有必要去 每天自己搓自己 那其實是 有糖尿病 那當然就不一樣 然後沒有糖尿病的話 可能是 隔一段時間之後 血壓其實就可以看得出蠻多東西了 對不對 所以他只要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平衡的平衡線 所以 那個血壓如果有超過標準的話 其實馬上就會 你這樣聽起來 其實你們的 客服人員的訓練也很重要 因為他不是只是說 你用科技儀器 然後去了解這樣子的人的變化 這一定是科技儀器 先設計出來了之後 去通知你們的服務人員 而不是服務人員去看儀器 談話的訓練 是 對 這應該都要有吧 有有有 因為那個 我們其實 客服中心 花最多時間 就是跟住戶聊天 跟了解他現在的情況 對 所以 如果你來到我們的 那個客服中心 你會發現 那個 大家講話都特別大聲 對 這牽涉 不是 我能理解 不是在罵人的大聲 我知道 這是跟長輩的聽力 有很大的關係 這個我很有經驗 我知道 對 所以這個 重點就是在於說 我們在這一塊上面 其實也花蠻多的心力跟時間 然後 現在陸陸續續 很多的當地政府 為什麼會很依賴我們 去希望我們可以多做一些東西 因為這個 現在只能用科技的模式去做 就像講 剛才 我不可能去monitor 每一個人的那個數據 不可能人坐在那邊 就是看著那個 上萬多個這個訊號 不可能 一定是跟我們保全系統 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才會發報出來 發報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去了解 了解的時候 才去打電話 對 所以 我們剛才這樣講 聊過來 從 大家最傳統理解的人力的保全 然後呢 可能有一些門檻比較高的 比如運燒的保全 這是一般人可能最不熟悉的 這金融機構很熟悉 或者是像系統保全 以前大家比較熟悉的是在 企業界 那這一類的保全呢 其實他現在要更進一步的進入到 家庭內的照護這件事情 他其實確實是一個未來的趨勢 可是他要克服的可能是很多 長輩的排斥感 我整天被監控 我相信我心裡頭也不舒服 可是怎麼樣去尋求這樣子的一個平衡 讓 讓一般人可以安心的工作 而家中的長輩 其實他的這個健康照護 都會有人幫你用科技的方式 然後來照護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一個變化 過去的保全是怕壞人進到我家裡頭 現在可能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讓家裡頭的人是安全健康的 是 我們其實重點就是 其實就是解決我們台灣人民的問題 安全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塊 可是我們能帶給更多的資訊跟這個預防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一直不斷的出去去看 從安全的角度去怎麼樣去讓你們的生活 又安心 又便利 又資訊又通 那這樣子除了安全以外 其實你也安心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一塊 好的 實驗關係 我們要非常謝謝中心保全科技董事長 林健涵 林董事長 我也覺得這個當我們 就有一個不同的 去思考家中長輩的一些方法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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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